平時說我搭不上飛機 我們剛剛在報道 你在哪裡啊 我睡過頭 我現在趕快出發 我先開始來搬飛機 很遠很遠很遠 好 想必附身的 沒可能他真的還在睡嗎 我怎麼知道他會到你 我說你搭幾點飛機 他當時他衣服然後你還要 人咧 人咧 他真的走散了 等一下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在工作當中 然後普京剛剛就說他很想要吃那個 香港人賣到了阿華田聯名 他有冰旋風還有蘋果盤 他很想吃 我們去了然後發現賣光很累 應該不會吧 不會他在剛聯名 所以我們剛剛就覺得說 要不要再一次當天香港來回 24H God 就為了吃這個阿華田 對 然後還有什麼布丁麵包 還有一個布丁麵包 那都是要排隊 就是什麼下午就開始大排場了 而且我帶回來用烤箱回烤之後 OMG 可是超偶適 真的 因為我很少會這麼瘋 我們剛剛喬說了一個 大家共同都可以的日期就是吧 而且是下禮拜人也 下禮拜 下禮拜 我們就做最早的日期 我們要去香港 回到我們出道去 下禮拜 下禮拜 他有病啊 他有病了耶 哈囉各位觀眾 現在呢是12月17號 沒錯 明天一早呢 我們就即將要 酪梨女孩的一日香港來回 可是呢 你們知道我就一直很糾結 因為 我已經拍過一日的香港Vlog了 就是一日當天來回24小時嘛 我就覺得說 怎麼辦 這樣子會不會跟上次的太重複 不太像了 只是說跟酪梨一起 可是再去吃類似的店 以及一些些新的店 我覺得 我怕大家會覺得說 小五這個題材不夠誠意 所以呢 我就花了這一個禮拜 在想說我到底可以拍怎麼樣的影片 身為企劃鬼才 我就想到了 我們來搞個酷的 我們來放秒他們 怎麼樣 我們是約六點鐘在街上集合 我臨時說我搭不上飛機 我沒有起床 我睡過頭了 他們一定會說 超美哥 二哥 二哥好累喔 然後在那邊罵我 這樣 那實際的計畫呢 就是我還是回去 我會只知道 我是騙他們說 我沒有搭上飛機 哈囉各位觀眾 現在呢 是早上時間 五點半左右 我就問提前到了機場來等了 為什麼要提早那麼多 因為我太害怕 遇到大姐跟小妹了 這次呢 我的計畫就是要 臨橋莊 躲在後面這樣 因為我發現我橋莊 反而更明顯 所以這次我打算 放棄橋莊 另外呢 跟大家講一件很巧的事情 我剛在車上突然想不到 天祖國夜 因為這次呢 我們洛林雲海 第一次分開訂機票 之前我們機票就是都會一起訂 你知道為什麼要分開訂嗎 要是我提前先進去 他可能就會說 呃 目前是已經check in 囉 maybe 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不就完蛋 用整處會掉掉 反正現在我打算先 走到他們的前面 趕快的去 搞定我的機票囉 23號 蛤 出發 剛剛起床的時候 我還很怕我已讀到 他們的訊息 因為他們就傳到群組說什麼 起床囉 起床囉 加一 而且我還故意在兩點多的時候 密群組說 好累喔 什麼我現在還沒睡耶 不知道要不要睡 什麼之類的這種 很好喝 現在臨時有些狀況發生 因為23號報到鬼台長榮航空的 排隊的人實在太多了 我好像不夠早來 我怕我排到一半的時候被他們發現 所以我現在想說 我就升商務場 我去商務櫃檯 讓這個計畫能夠完美的達成是第一 有錢考量 那我想要升商務 好啊 班尼可以想要 17885嗎 好的 各位你們有聽到嗎 升等的費用是17885 都是為了避開他們 對 他們會有點說話 對 他們會有點說話 真的想要逃離這個地方 然後就落跑了 看他在這邊說 我快到了 救命啊 艾迪斯在這邊說 二哥有起床嗎 沒錯 因為我完全沒為他們訊息 苦心說他到了 苦心說他到了 對喔 我要騙他們說我最過頭 其實我已經在裡面了 我要跟蹤他們 感謝你喔 謝謝 掰掰 我們就先去貴賓室裡面坐 我們就要演出一段 精湛的演技 假裝剛起床 這樣 呃 喂 這樣子感覺 做成功 掰了 Oh my God 他們好像發現我沒有起床 苦心打來我沒有接到 然後他就說他沒接耶 有種不相的預感 好的 各位 現在我躲到長榮航空的貴賓室了 然後因為外面蠻多人的 我現在要跟他們講電話 我就躲到了這個 原來這邊還有可以用鏡頭的力道 噢 你剛剛刺激的時刻終於到了 喂 我 我睡過頭了 等我 好 好 喂 幹我睡過頭了 等我一下 喂 我知道 你們在哪裡 我們在那怎麼辦 還有班機嗎 晚一點 我不知道你現在看 因為我們現在有點關過了 看他大家要宣載過去 然後你這個還不到 蛤 你看你也沒搭到飛機 蛤 蛤 他現在要直接載我去 他說如果改不上 就沒辦法就趕快下一班 然後你趕快 好好 掰掰掰掰 OK 蛤 蛤 你們在現在什麼情況嗎 其實他們關櫃了 然後我為了錯開他們玩 買倉務艙 結果他們現在如果關櫃了 他們沒有趕上這班飛機 他們就搭下一班 然後我提早到 嗯 這劇情合理嗎 喂 喂 喂 你到了嗎 喂 喂 你到了嗎 嗯 我睡過頭 我現在趕快出發 我先看下一班飛機 好像是兩個多小時後 我可能會晚一點到 你們先 你們先拿過去 嗯 哈哈哈哈 好的 現在已經差不多到 可以登機的時間了 所以我先下來看看 可是我如果問他們說 在哪裡的話也很奇怪 OK 我們要登機口 他們應該在這下面 他們目前應該沒有起疑 是因為 剛剛大姐還幫我查了 下一班飛機的時間是 9點50分 所以應該是沒有發現吧 他們在後面 好的各位觀眾 現在呢 我已經想先跑出來了 我要等大姐跟小妹出來 我已經先買好機場快線的票了 他們等一下應該是會來這邊 然後買這個票 我就一路在這邊 跟他們過去香港市區 好 那邊 在那邊 很遠很遠很遠 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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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麼辦 他們好像要去找廁所 等一下我剛剛好像被發現了 等一下我剛剛好像被發現了 我還沒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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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我現在跟他跑 躲到那個收票機後面 我剛剛好像被發現了 他撲到 他撲到看到了 怎麼辦 幫他 你想要第一次生 沒可能他真的還在睡 我其實 我去找什麼自然被發現了 我 我應該都被放鳥還是那麼開心的 對 我現在你們兩個都放我鳥 我看看我該如何時好 我其實是這種人嗎 我會一個人來吃 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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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沒接 謝謝 照理說我幫他查那邊機票 他現在應該 他現在就應該在機場 已經要等 等級了 那他這樣怎麼可能中午會到 欸 我們剛剛甚至已經想好 我們待會兒 上午的行程 你也沒拋棄又說 欸是他拋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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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會不會再自拍 我想 是不是用自拍的方向 我看不到 他是他拋棄我們 他拋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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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經發現我 他拋棄我們 他拋棄我們 這次回廟了啦 他拋棄我們 你說他拋棄我們 真的有可能 其實不無可能吧 可是我們這次來 完全沒有任何吃 或什麼的欸 沒有他就是 吃飽太行跟他拋棄我們 那其實他跟我們搭 攤麥美金 然後捧我們在後面再穿了 不可能吧 先看一下有沒有人那個穿 我一般開機 你是吧 沒有就剛好半天他現在還在睡 然後我們在那邊 他要講我們 但是我們剛出來 完全沒有發現任何異狀 也沒有 也沒有任何長得很像他的人啊 你有發現的朋友 而且照理說 他這樣等一下完全避開我們很難 因為我們兩個不是坐在同一期的 對啊 還是他只能走三無穿 他不能走我們走三無穿 讓我這個時候覺得他不可能 好帥了帥了 大笑這個臉口 但是你們在整我 我怎麼可能 我整體的話我在這裡 喔也是 不行啊 我現在如果沒供過去的話就結束了 他們剛剛那個回頭很不合理啊 我真的不該大意的 這是他們嗎 好像是喔 他們在買機場快線的票 有了 後面的後拍子 我剛剛快的 你現在是後拍他們後拍就我怎麼樣 我現在殺了滿身來 不管怎麼樣 現在先比不動我不動 他們不來找我 我都不去找他們 我現在試試看性能 問一下他們 要不要情緒我想太多 怎麼了嗎 我們現在已經搭上機場快線 對 然後剛剛二哥 他回我們群組的訊息 他竟然回說 怎麼了 欸 他才怎麼回啊 怎麼了 什麼意思啊 然後 小龍問他說你在哪 我說你剛剛之前回 他當下 他已讀然後也還沒回 當時的意思 然後我們現在也一直觀察周遭 但是我也沒有一個詭異的人 我們心裡都是有緊緒心的人 還是他真的單純就是他在講 他們 他們已經有發現我 我怕他們突然從後面出現 好 我現在開始在補強拆解了 還是你跟他一起的圖 是你們保證 YES 我真的保證 真的 我真的保證 各位觀眾 二哥都好像是有粉絲 居然看到我們 怕是看到浮星跟Alice 為什麼二哥睡過頭 不然就合照了 沒有啦 我也在這班車上啊 他已經覺得很荒謬 我想說怎麼可能 現在是你們提轉完 因為呢 我覺得我應該是你們這樣有發現了 那想要成功想要他們的話呢 我只能靠這個唯一的希望 哈囉我的救星來來來來 請坐請坐 這邊你好你好 等一下呢 我就把這個攝影機給你 你就這樣幫我拿著 你就這樣對著他們 然後我這樣講什麼 你就講什麼 好 OK 反正就是你就跟他們說 小屋有話跟你們說 小屋 小屋有話跟你們說 對 你們兩個白痴 兩個白痴 在講 欸 OK OK 好 我都沒有聽過 我就這樣一直錄著 好 加油 我們現在是一實況主人喔 來囉 加油 哈囉 小屋 有話跟你們說 對 這個 不是在走路嗎 沒有走路 只看路 不是在走路嗎 不是在走路嗎 你們是白痴嗎 對 為什麼 他在講這句嗎 他在哪裡 那我會上當嗎 唐小會上當嗎 我就 他 我們已經試破他 我們知道他還是他在整我 我們剛剛就在懷疑你 你是他才來的 我想說你為什麼看我們這個 然後我以為是他藝人 我就講得不太像 我就不然為了整我 我們嘴跑去整 對 我不知道這樣說 你看 你在搞什麼 可能你搞得出來 我們早上試 早上才到我們剛剛已經 反了很多眼睛 你以為每次都會被你整嗎 真的假的 我希望他們早就發現你 真的假的 他們是這樣 我想我們要到香港站了 我只能認輸啦 他們怎麼辦 等下下去又正面對決 只能到最後一站 OK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二哥他在很後面了 他在很後面 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走去後面車廂 教訓他 一個就是我們待會跳下車 然後一點點跑掉 把他走到我 然後 我已經不跑了 我可以想看看 然後所以 整面不起來 然後我沒有看 就會我們就覺得 就說 怎麼了 他們走下車了 人咧? 人咧? 出發 他真的走散了 好恐怖 左邊 他 他 他 就是日常 最日常 發生 我是 你不要聽一下聲音 左 ,我 iał tamam 你 你 我沒有過 我要過不到我的車 好啦 現在我知道認輸了 因為我跟他們真的走散了 這樣我永遠都不在一起 我先問他們要去哪間店 我直接去店裡面找他們 煩餒 再見 他們不可能故意不接我電話吧 anthem 下火 還砸 不行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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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我的 你們要等到我 你剛剛是不是想說我們跑出來 不要說 早叫他跑出來 他跑跑成我 怎麼聽到我嗎 沒有 我們剛才一直上次 你聽到嗎 因為我以為你們聽到我了 那你跟我們搭同一班飛機 同一班飛機 同一班飛機 你們又幫潛護艙喔 我還是敢上護艙啊 對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就說怎麼可能二哥經過 我們沒看到 我說我該不會有幫我們做潛護艙吧 就是這樣 多話一萬七耶 超貴的 超貴 而且我們剛剛就選擇兩條路 一個就是我們要直接重新車廂 然後嚇到 一個就是我們一下車 然後馬上一流眼跑掉 所以是第二個才剛好 我找不到你們欸 而且他剛剛一直跑出來 我說欸你可以 然後我們走在自己的旁邊 然後打草椅還說 我們這邊可以走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你有看到我嗎 有 哈哈哈哈 熱咖啡欸 熱咖啡 怎麼可以講的 我們了 我們了 對啊 沒有 這樣我欣賞你們 就這樣很無聊 算你們厲害 給他看我們的片段 好 因為我們剛剛也有經過 我們錄超多 我們還想好標題 就是說第一次出口被被放鳥 哈哈哈哈 一定就是好這樣子 他真的會不會直接放鳥 我說不可能吧 他應該不是這種人 哈哈哈哈 正面對決我真的嚇難 因為補監眼神就是 我已經看到你了 這種 欸 我做的 欸 欸 剛剛我們就真的想說 你睡過頭 然後還在那邊幫他找出票 我睡過頭的時候 我聲音還現在 太快很多次 就是那種 痾痾痾痾 你覺得痾痾 上當的 就想說你真的 你在趕得上 因為我覺得 他用看來 會睡過頭 但是不知道放鳥 我輸了各位 他想整我們喔 下次再讚嗎